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克liness 11月2 PM 富 heute kerικ sauberisch 快乐 忠义堂所 一定有确诊的个案在里面出现 为了你们深入健康 其实你们应该想万能 让这里面的防疫要做到位 發展這個地方 事實上我們是從以前到現在都非常的安全 所以說我們要讓所有的業者跟所有的民眾都知道 他進來的時候 依照疫情防治的一個SOP的作為 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把疫情不會在我們的這個地方發生 讓所有的民眾都知道 宜蘭的這個確診個案有五例 加上今天又有三例 都跟我們的遊役場所有非常密切的相關性 所以我們知道遊役場所 事實上它是因為人來人去流動很快的地方 那事實上非常容易感染的一個危險的地方 因此我想今天在副縣長的領軍之下 在縣長的指示之下 我們來到這個巴達場所 尤其是目前最夯的地方就是遊役場所來看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確實發現在防疫上面有很多的需要能夠積極在改進的地方 當然他們門口雖然說是有酒精 但是他沒有積極地告訴我們所有入場的人要有酒精消毒 那也沒有做實名制 那當然進去的時候 我想各位也看到有些人還沒有戴口罩 那我想其實站在為了業者本身自己的健康著想 我們鼓勵業者他要自己做好防疫的措施 那因為業者不是要保護別人 他先保護自己 所以他如果能夠做好防疫的措施 包括勤洗手 包括了這個實名制的登錄 包括戴口罩 那包括要整個環境的傾銷 我想對於業者自己本身能夠保護 也能夠保護到他來的客人 所以我想說積極地在做宣導 積極地去做防疫 我想才能讓我們花蓮一直維持在零確診的狀態 那我們才能夠有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